气象时间 台湾现在处于低压代中 除了上半天高温闷热 午后还是会有雷震雨发生 只不过每天好像区域都不太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交给宣童 谢谢佳琪 新的一周开始要跟大家说的是 未来一周其实都是一个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就是高温加上午后雷雨 只是每天下午后雷雨的范围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们首先先透过这卫星云图带大家来看 目前在台湾附近台湾的东边以及日本的南边 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热带系统 这一个就是山山台风 它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它在靠近日本的过程当中 它的强度还会再持续的增强 目前不排除在36个小时之内 它有可能每秒风速会来到45公尺 但是还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 对于台湾影响是不大的 倒是在它旁边是有一个低压 会为台湾带来相对的水汽 当它靠近的时候雨就会来的比较多 像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云林谷坑的累积雨量来到了99毫米 为什么会有99毫米呢 一早其实没有热力作用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跟这西北风 以及西南风在这里产生了符合 所以带来的雨势就比较大 所以一度都有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但是现在降雨也已经明显的缓和 主要降雨现在是比较在山区的 午后雷阵雨 另外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因为大的环境风场 吹的还是一个西南风 所以在金马地区 还是要注意未来几天 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低云货物 航班上面要特别留意 再来我们看到 在过去一个小时的雨都下在哪里 最多的是在屏东这里 它的湿雨量大概是30毫米左右 而另外在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也有20毫米左右的湿雨量 但是这些都是主要热力作用 带来的降雨 其实这个水汽 环境风场来说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降雨都是午后热对流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其实都明显的缓和下来 我们看到其实全台湾 因为风场相对比较弱 所以在沿海地区的零星雨势 也变得再更少了 但是明天相对 这个低压会逐渐的远离 所以台湾的午后雷阵雨区域 会比今天再来的少一些些 我们来看到未来几天 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时候 在礼拜二 是未来一周相对稳定的一天 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逐渐的增多 因为山山台风北上之后 它会把水汽往上拉 所以在礼拜四的这一天 你尤其要留意 各地的午后雷阵雨几率 都会大幅的提升 而且到礼拜五 礼拜六之前 台湾都处在一个大低压带 都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在今天最热的地方 是出现在屏东36度 而在花莲复原也有35度 所以没有下雨的时候 还是要做好高温防晒工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